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的是额头与发际线结合处的正中央部位有一个肩状的凸起 长有美人间的话会使得脸型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发际线长支的女人看上去外貌和形象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自控能力非常强 对于自己的容貌要求比较高 会时刻保持着自己俊美的形象 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比较高 不会将就着过日子 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 所以异性缘非常好 追求者众多 结婚以后 桃花运依然特别的旺盛 二 左眼下方长支 眼睛下方的部位在相学中称为泪堂 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势和个性好坏 如果此处长支的话 这刻支为泪支 长有此支的女人 大多性格方面特别的温柔 但是性格方面做事却比较的冲动 过后又总是后悔不已 长此以往 会变得多愁善感 在感情方面非常的自私 习惯于别人 把它们当成中心 过分追求浪漫 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 但是喜欢无理取闹 对待感情缺乏忠诚 虽然桃花运一直比较旺盛 但是情感非常的不稳定 大多都难以长久 还容易招来很多的烂桃花 三 嘴唇上方长支 嘴巴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 如果女人的嘴唇上方长支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开朗和大方 性格特别的爽朗 具有很强的魅力 非常的照异性的喜欢 不过这种女人对待感情方面较为的开放 性情也比较的犹豫 不懂得拒绝别人的追求 特别的喜欢与异性搞暧昧 结婚后也不会轻易地改变 也会因为这给自己招来很多的麻烦和是非 婚姻很难幸福 一辈子都不太顺利 四 山根长支 山根属于鼻梁的根部 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和婚姻运势 如果山根处长支的话 这颗支也称为桃花支 女人此处长支的话 代表着情感波折比较大 容易嫁渣男 在感情和婚姻上遭遇伤害和欺骗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较弱 容易嫁到一个特别强势的丈夫 不过对方的财运很好 喜欢处处压制着别人 桃花运比较旺盛 但都不是能够托付终身的人 不能过早结婚 五 眼白长支 眼白处长支属于一种非常罕见的状况 在现实中几乎很难遇到 如果女人的眼白处长支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眼神较为的妩媚动人 对待感情方面非常的主动 不过生性太过开放 容易招惹很多的烂桃花 容易插足别人的感情 甚至与一些有妇之夫纠扯不清 虽然桃花很旺 但都不长久 这种女人大多功利心非常的重 特别的拜金和现实 自我意识非常强 但感情运却一声不顺 在面相学方面 根据质的大小形状 颜色位置可以把质粗略地分为 好质和胸质 好质可以保佑人吉祥如意 胸质则可能会遇事有不祥征兆 那么你知道 好质和胸质究竟应该如何区分吗 1. 头顶质 逢胸化吉 头顶右质千万不要动手点掉它 这类质一般不容易被人看见 因为生长在头顶有头发遮盖 如果不是头皮裸露在外 很难被人看出来 头顶质不但不会影响整体美观 反而这还是一颗吉祥的质 一般有这种质的人往往在很多大事上能够逢胸化吉 转微为安 这样的质似乎就像是一道护身符 能够带给人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2. 眼不长质 感情不顺 眼不长质的人通常感情会比较不顺 在感情关系中很可能遭遇第三者的情况 如果是下眼瞼有质的人 则可能在感情方面会比较多波折 容易被分手 另外 眼尾到发际间的地方被人称之为是尖门 因此 在眼尾长质的人多在爱情或婚姻中出现第三者 感情很可能遭遇不顺 一般眼不有质者在性格上更加有魅力 所以 通常情况下 异性源极佳 但是欲念比较重 一生中桃花不断 容易和异性之间出现纠缠不清的状况 3. 嘴上质 风衣足食 嘴上的质也被认为是不错的质 如果恰巧是女生 而且长在中人的位置 则很可能以后的生活经济条件不错 但是 相对而言 这种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弱 会比较不自由 容易受人牵制 但是如果质的形状规则 且比较乌黑 则预示着食路运极佳 很可能一生都不必为衣食烦心 有的人甚至会在精神生活 也过得十分充裕 4. 耳上质 多财多益 耳上质也是一种福质 一般耳朵上方有质的人 都会在事业方面比较有成就 而且突出表现为一种才华洋溢 往往头脑比较灵活 处理事情能够随机应变 他们善于把握时机 因此常常在事业上很容易走向成功 个人财产也会比较富裕 但如果制行不好 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比较强烈的原因 这一点容易招来厄运 所以切记不要沾沾自喜 脚踏实地地做人 才能使自己未来的道路走得更加顺畅 不然很可能将自己的好运冲撞 得不偿失 五 眼角 一般眼角这颗痣被称为类痣 这类人情绪敏感复杂 在外人面前总是表现得犹如小白兔一般 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哭哭啼啼 没有办法展现出强大的意志力 这类人总是能够激起异性的保护欲望 在感情中非常受欢迎 而且能够吸引到有权有钱之人的注意 如果眼角有一颗类痣的话 就说明这是一颗桃花痣 这类人身边会围绕着很多追求者 不过往往都是自己人生中的过客 始终没有办法将这段感情确定下来 如果本身家庭条件平平 但是招惹到了富贵人家的注意 虽然在短时间内 确实能够享受到富贵无忧的生活 还能够感受到爱情带来的甜蜜 但是这段感情 始终没有办法长久维系下去 到最后会给自己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六 嘴角有痣 如果嘴角长了一颗痣 这颗痣也是桃花痣 这类人很爱笑 亲和力特别强 在异性之间人缘关系特别好 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吸引到身边人的注意 他们在很多领域都拥有自己的朋友 再加上这类人对待感情的界定 不是特别准 所以很容易在同时间 与多人保持暧昧不清的关系 由于这是一颗桃花痣 所以他们总是会吸引到很多桃花的注意 但很难修成正果 往往都是萍水相逢 短时间内确实能够享受到欢愉的恋爱 但分开之后 就会给自己惹来巨大的麻烦 尤其是这类人结婚之后 在婚姻之中 始终没有办法做到专一中贞 可能会背着伴侣 在外面与别的异性 保持暧昧不清的关系 到最后 肯定会导致家庭支离破碎 这类人始终没有办法 拥有稳定的婚姻关系 到了老年的时候 可能会非常孤独 七 脸颊有质 对于脸颊有质的人来说 他们长相是偏清冷的类型 气质特别好 能够让人一眼惊艳的感觉 这类人谈恋爱的次数特别多 因为他们身边总是会围绕着很多追求者 但是他们对待感情不是特别专一 还会经常玩弄别人的感情 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们甚至还会和不喜欢的人谈恋爱 或者是结婚 这类人一生之中都会命犯桃花 总是会遇到烂桃花 还会掉入别人的陷阱之中 在他们玩弄他人感情的时候 反过来也会被别人玩弄 这类人会经历很多次失败的婚姻 对于他们精神和身体上的打击 都是非常沉重的 甚至于到了老年阶段 还会遭到别人的报复 对于这类人说 应该注重化解烂桃花带来的危害 要从风水学角度出发 而且自己心态方面也要做出调整和改变 对待爱情一定要更加执着一些 这是一种长相特征 很多人认为质的存在影响了美观 因此想要去点调 但其实从面向上来看 有些致失着一生富贵 繁荣的象征 标志着人生大富大贵 财源滚滚 这种致最好是不要轻易点掉 否则会影响自己人生的发展 弄巧成拙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